韩国女装凭借大胆前卫的设计成为新一代时尚潮流 韩国女装也成为时尚的代名词 一位网友在脸书社团报废公社抛出韩国最新款潮流女装 照片中素色的短袖道衫瞬间引发网友关注 不少网友调侃2019最新款时尚校服 网友抛出的照片中 女子身穿一款板绣长款的素色照衫 搭配九分牛仔裤和凉鞋 这另类的颜色和款式让网友忍不住联想到校服 网友纷纷表示像连颜色都像 只差在款式 看第一眼我以为是笑女白情时尚版 就插头沙草鞋组一套 2019最新款时尚校服 还有不少网友表示自己曾经穿过类似款以前去韩国买了一件灰色的麻布绕衫 被周遭人说买校服回来 买了一件类似款 相似度90% 之前买了一件韩国上衣 雕上也有一条白带子 第一次穿被家中长辈念到再也不敢穿 韩国的最新款女装的设计也被台湾网友调侃 台湾永不对流行款 原来台湾早早就走在潮流的尖端了 原来我们台湾比韩国还要先流行这款衣服 这款式已经出很久了 这款式已经出很久了